首先是我們熟悉的柴油引擎 那再來是我們的電動貨車 同樣是輕型貨車 台灣首輛電動輕型貨卡 幾乎完全無聲 未達到永續減碳願景 商用車品牌導入新能源商車產品 推動未來物流的轉型 那它最大的特性就是 零碳排 低噪音 低震動 那相信呢 這個會改變我們整個台灣的運輸產業 可以幫助我們的陶家們 在他們整個的營運成本方面 比起燃油車能夠節省非常的多 潮近零碳排目標 邁進商用車品牌持續布局 全球市場 並在工廠端強化能源轉型 我們在2023年 其實已經有10款的新能源車輛 那已經在量產 那目前呢 這些訂單呢 都已經有3倍的銷售 而且大概有4600台左右的 這個銷售的台數在全世界 那我們預計也在2039年 能夠達到碳中和 達到至少有45%的這個綠能的佔比 近年新能源浪潮席捲汽車產業 品牌也期待透過引入合適電動商車 持續引領台灣運輸產業永續發展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並且按下載TV